来到现场 来 我们掌声有请第一位 秦宇清 女22岁湖南人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经济学专业 各位老师好 普瑞老师好 我是秦宇清 今年22岁 目前就读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然后读的是经济和戏剧表演 我过去在海外的经历呢 有投资 然后创业孵化 以及话剧表演的相关的实习经验 本次来到菲尼莫属 希望获得一位金融类的实习 或者是各位觉得我合适的职位 谢谢大家 秦宇清啊 好别致的名字 他虽然是经济学专业 但其实他对于一些媒体方面的一些事情 文化方面的事情特别感兴趣 对 我其实特别喜欢戏剧表演 从初中开始就上一些舞台剧之类的 然后到了那边 首先就是在追求我特别喜欢的东西 同时也要学习一门社会学科 就选择了经济 通过我看市场需求和个人能力 适合做什么就学了经济 我也是不能够做自己特别喜欢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其实不冲突 在做自己喜欢的同时也要稍微去 因为我们学校也是研究型公立大学 它的经济也非常的好 就要保持一些理性的方面 说白了你就是鱼和熊掌都想兼得 对 没错 您说的总结特别好 就是内心什么都想要呗 对 你觉得你是那种心里辈儿有主意的人吗 我其实也是走一步看一步的类型 就比如说我可能会到了美国之后 发现哇 这边开销好大 我得立马想 就是能够赚到快钱的方法 然后我就自己开了一个直播间 做得还行吧 就是获得打赏 每个月我能交一交房租 还能炒一炒股 你有没有过与戏剧表演方面的从业经历 有的 就比如说赖生川导演 他是我们学校的博士 哦 是 然后他有一个学期就到我们学校去 教了一整个学期的课 顺便把他的一个本子 在那充分完善了之后 由我们进行了演出 这姑娘确实是有点 对这一动一径 一言一扬 你这太太分裂了 你今天到底面是哪个范围的工作呀 经济方面的为主 对 就那个还只是当爱好 那如果今天有这样的工作邀约呢 你接不接受呢 接受 如果各位老板觉得我适合 你这逻辑到底是什么 两者皆可 但是孰众孰轻的话 我觉得 我今天来到这个舞台 还是比较倾向于金融类的职位 你有没有发现 越优秀的女生 越贪多 越想在各个舞台上 让别人发现自己的璀璨 一个人是不可能面面俱到的 其实这个并不冲突 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份本质工作 和一个爱好 本质工作是安身立命的 然后爱好是让自己愉悦的 这个表面上 表面上看着不冲突 但实际上有一个根本问题 在于说 越是优秀的人 越是希望别人认可自己 我觉得你们的观点 有点老话 一个漂亮的女生 在我定向 我还不知道自己做什么之前 我尝试做所有的事情 很正常 因为她比普通的 可能长相一般的女生 更容易获得机会 所以每个可能都有机会 所以每个都有机会的时候 她就会迷茫恐惧症 选择恐惧症 优秀人她有很多机会 所以她会有尝试地 选择可能性 但她少了一种 就是你自己到底 内在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而活在了外在里面 需要的那种光环下 但是忘了自己要什么 我已经说雅云 其实反而不是这样子 像我们这些人 都是经过社会选择出来的 我们知道了 在哪地方能碰壁 哪能成功 我们才有资格坐在这 而对于一个22岁的女生来说 她就要去尝试 其实我特别赞同 就是她才22岁 98年的姑娘 她现在其实在体验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就是 她的两个专业 反而让我觉得有点担心 比如说戏剧表演 因为我接触过 很多做戏剧的人 他们是非常感性的 然后他们活在 演绎的世界当中 但是你看 她用自己的本专业 是经济学 经济学又是一个 特别理性严谨的 我其实是很担心 她在这两个工作当中的 调频和冲撞 因为人的左脑和右脑 真的达到这样的平衡 其实是很难的 所以其实你看 她今天在舞台上 表现出来的 其实更多的是 理性的控制 对 其实最终还是适合做经济 我们要看这个姑娘 自己的选择 因为咱们都是出意见 这个场上特别好 在哪里呢 有两个做投资的 有两个做直播的 看她自己的选择 看谁能说得动她 你确定今天 两种岗位 经济与表演媒体方面的 这个多考虑 都考虑 如果你有 你要求性质多少 不低于8K可以介绍 不低于8K 有低于限制吗 北京最好 你这样两个反差的行业 是不是你从理性上讲 觉得金融好 但是从你内心中想 你喜欢学表演 对 您总结得很好 我觉得 其实是不是应该 更准确地说是 在你认为 在别人眼里 金融行业 也许更高大上一点 而你的内心 其实喜欢表演 和喜欢聚光灯的 也不是别人眼里的 高大上问题 就是我可能是 也是做过一些 根据个人的能力 和一些行业的 就是做过选择 反正是个好苗子 我们先选吧 来 第一轮选择 去过来 来 你要的效果到了 大家都要你 接下来我们进入 天生我有才 天生我有才 大家跳街舞了 街舞 大家跳街舞 他这挺有范儿的 其实他刚才的动作 他的舞魅有余 但是力量不足 他的力量动作没到位 我觉得主要他的情感和灵魂没有出来 就你是在跳这个表皮 要不然我让你看看有力量的表演 好 来 何东东 力量不较 快点 同样的音乐来一遍 哇 哇 哇 小心小心小心 小心小心 好 可以了 怎么样 还是有力量的吧 还是可以的吧 对不对 好棒 非常棒 好棒 好棒 一个是衣服不太合适 鞋子也不太合适 好多年不跳舞了 其实 你点评一下他跳的怎么样 就是没有力量 然后其实动作还是蛮好看的 因为你形象上的好看 就是甜甜的很洋气 我说白了吧 他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还是刚才我们谈的同样的问题 又想跳又没放开 好 谢谢何东东 来 请 不过在职场上 其实你在任何事情不能玩票性质 你要在某个领域里边 要做我就做到 起码是top 就在做到最好的那一部分人里边 优秀的人就是有个基础 你可以选择很多方面都可以做 但事实上真的能够从优秀变成卓越 是不是因为你能不能够知道自己要什么 能不能在一个领域内足够的专注 这是很重要的 姑娘 我给你做一个提醒啊 我们这个场上12个老板里面 有一个特别会诱惑别人的人 叫杜子健 你要小心他 他特别容易勾起你内心的那种表演欲 我觉得杜子健没办法魅惑他 不一定 不一定 这是个老狐狸 我今天打算成全的 现在顺这个话题问两句 你在直播间里大概在线人数多少 当时是最多是200人 直播间的流人的互动技巧有哪些 在当时的时候会有 比如说欢迎雨然后问候 然后之后会有下播了之后会发一些那种相关的问候和群 都相当于建一个profile 一个用户简介的感觉就存个档 你这个关注点是前面的几个大哥还是后面的所有人都这么关注 一开始所有人都关注但后来就精力不太够 我说句实在话 我从感觉上来说这姑娘做直播做不出来 我也觉得难 因为她恰恰被你捡到一个核心点了 她坚固 她太审核自己了 对 来 我们来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作为部门小主管的你 学历是普通本科 你的手下都是硕士和博士 他们总会不经意地不服从你的管理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做 他们不服从我的管理 对于业务会造成有利还是不利的影响 如果答案是有利 那么我可能就会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 直接坦白说 我非常认同就是您的改动 但是作为一个公司部门职员 我作为主管 就是还是不太认同你的这个行为 具体行为 所以以后我可能会要求他 比如说在不同意我的观点的时候 直接说出来 而不是在行为上面不服从管理 确实你是没有职场经验 你的老板把你晋升 绝对不是因为你没有能力 让你去管硕士和博士 因为他认为你的能力是有的 所以在这方面自信必须要有 要用你的心态去包容他们 但是要用你的能力去征服他们 对于这样的一个下属 他其实是故意巧刺的 对吧 对 那么你应该讲 说一件事情到底是我说的对 还是你们提的建议对 并不一定 对吧 在非关键上 问题上 哪怕我认为你错了 我也可以让你去用你的方法试一试 但是在关键问题 对企业生死攸关 并且我认为你错的情况下 我是上级 你必须要服从我 这样寄给他一定的宽松 对吧 一个个性的释放和尊重 那么同时又体现你的权威 就是你觉得在整个的 你的这个实习经历当中 这些企业会选择你去实习 你最大优势和他们看着你什么呢 可能是执行力 然后还有就是语言方面 有一些公司需要做那种 打国际长途 然后需要双边的翻译 有一些金融方面的分析能力 他们也比较看重 还有就是 我突然想到一种工作比较适合 就是类似于像一点资讯那儿 专门做这种多媒体的编辑管理工作 又能与媒体相关 时不时的自己还可以演一演 另外一方面又需要对于数据的敏感性 和运营能力 对啊 我也很感兴趣 但是之前 那他又感兴趣了 雨晶雨晶 我问个问题啊 就是你看你是学经济的代表理性 然后你用热爱表演 代表了一种感性 因为在市场品牌策划方向 你需要有创意 然后有感性的一面 但你也需要通过市场品牌获得结果 那你比如说你在经济方面 你觉得自己最有成就的是什么 成就感可能就是 我能在美国 就是有相关的投资类型的实习 能够在将来就是找到一份 相应的金融方面的工作 全职工作 如果让你去做一个这种采访 比方说采访提纲 采访各位大佬 我们做一期栏目 做一个节目 视频类的 短视频的节目 你有没有对这样的工作 有没有兴趣 有 有兴趣 我忘了说了 喜欢 可以就可以 不可以就不可以 你想要也没有必要 怕大家说你什么都想要就说不要 没关系 22岁嘛 他还是在做梦的年龄 他什么都可以 到目前为止 你从来没有主动想过你想要什么 而是说了很多你可以干的 好奇心的 所以才有了大家对你的那些思考 和这个觉得 有点犹豫啊 什么都能干 但是你肯定有想法的 所以请把你用理性思考 讲出你的职业价值 经济这一块 因为我之前的相关课程有 红围观经济 然后会计 所以我比较擅长的 也是一些 金融建模 行业研究 Excel之类的 所以在任何一家投资机构 都能够做到 投资分析师 这种相关的行业 或者是去做一些 研究类的岗位 我觉得我是能够胜任的 也有之前的相关的实际经历 可以证明这一点 来 第二轮选择 去何里 还有两盏灯 猎聘八千家 我天哪 你出三千家 人家要的是八千家 对对 实习我们只能给三千 哪你跑上来 没有任何竞争力 那个于清您好 我是猎聘的 然后我们是一个 上市的科技的人力资源公司 然后我给到的机会是我们 金融行业的大客户的销售 一点资讯给到的这个岗位 是原创财经领域的 这个访谈的主持人 然后你可以接触到 很多这些行业大佬 财经领域的 这个转正之后 我们是根据这个 具体的你的个人能力 那我觉得至少是一万家 至少是一万家 你自己考虑一下吧 好吧 反正差得挺大的 八千到三千 一点资讯 猎聘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谢谢 再见 我想说两句 因为我觉得 我是你一个特别好的先例 因为本身我大学学的专业 就是我刚才有讲过 人物形象对不对 所以我毕业之后 一直在干我的专业 但是由于我对商业化 也很感兴趣 我那个时候的状态 就跟你一样 我想着这个 我又想去学学经济 学学管理 但是当我的侧重点 放在我的专业上 我又懂一点商业化 我觉得这件事是帮助到我的 所以我觉得 可能你要先找到 你重点去发挥的是什么 到现在我一直在说 在我身上最好的 那个闪光点 一定是我的专业 但是商业化赋能了我的专业 好好想 最后做出